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父母亲就会很高兴 各位今天受八观灾界 第一次受八观灾界的举手 这么多 放下 非常好 因为佛教的基本就是要解脱 那解脱呢 叫断除欲望 那八观灾界最大的殊胜呢 除了第一个 今天绝对不害众生 吃素啊 不害众生守一切戒律 那第二个呢 今天就是无男女的 乃至外表的 乃至感官的欲望 眼睛不能看电视 多不能听音乐 身体不能查香水 而且呢 不能有男女的种种的欲望 那这样呢 才可以解脱生死 这也是八观灾界最殊胜的地方 所以一个人一辈子受此五界的功德 都还不如一个人一日一夜 以解脱的心受八观灾界的功德 因为受五界能够让我们不堕落三恶道 但是呢 受初家八观灾界 有这个初一心 那才可以解脱生死 那解脱生死才是我们佛教的目标 所以各位在修行的过程 就一定要让自己了解 反省自己 我是不是欲望越来越低了 越来越不会执着年轻所喜欢的那些 漂亮的衣服啊 钱啊 种种 不然啊 虽然我们新加坡看起来 物质环境还蛮丰富的 但是我发觉大家心里很贫穷 你说对不对啊 穷得要死啊 那甚至听说这边还要开赌场 哇 那你们玩哦 那会更穷哦 所以这个社会就会产生了很多忧郁症啊 躁郁症啊 自杀 并不是没有钱 可是内心里面啊 非常的痛苦 饥渴 就像一个人 你不断地去刺激他的欲望 他又不想要这些 但是他不断被刺激 很痛苦 就像一个女生 今天一个男生追你 明天一个男生追你 你一开始还觉得蛮快的 后来你会烦死 好 因为这不是我们真正要的 好 所以呢 原来佛陀告诉我们的自在不是来自于有欲望的满足 而是来自于断除欲望 所以简单来讲 赌博什么时候停 你什么时候赢 你能够去除这些 哎呀 不需要照镜子了 只要健康就好了 管他几公分 管他几公斤 管他多少钱 这个都不是很重要的事情 那么是来自于内心里面的这种自在比较重要 那自在还是属于自私的 我只关心自己 菩萨道的伟大在于什么 慈悲 我能够帮助多少众生 哦 今天父亲节 明天国庆日 所以为这个事情啊 我要来守八观灾界 那守八观灾界的功德 贡花 今天各位要贡水 贡灯 发愿 以无量的功德呢 要来回向这个法界众生啊 大家同德离苦 那这个功德更大了 因为不为自己 想的是一切众生的苦难等等 所以我想各位要随时存着这样子的心 首先来讲这个佛教的故事 在咸鱼经里面 那么社会国有一个老爸爸 他年纪很大了 才学佛 决定出家 结果他的最小的儿子 也为了孝顺爸爸 就跟爸爸来出家 那么有一天 爸爸要出去脱波 必须要出去脱波 然后呢 他儿子呢 就跟着他 结果回来的时候啊 太晚了 走太远的路 天快黑了 然后呢 儿子呢 这小沙咪啊 就拖着爸爸快点 爸爸快点 爸爸快点 结果他爸爸不小心 蹦跌倒 摔死了 哇 这个小沙咪呢 就很难过啊 我把我爸爸推倒 推死了 所以他回到经社以后啊 就跪在佛陀面前说 佛啊 怎么办啊 我爸爸被我推死了 佛陀说 那你干嘛 这样推你爸爸 他说 没有啊 我只是想要保护他 只是说 希望快点啊 天快黑了啊 我哪里知道他跌倒 摔死了啊 佛陀说 如果你是这样子的发心 不是要害他的 你并没有造杀意 不过呢 这个因果呢 有他的绝对的道理 所以佛陀说 我知道你心里虽然难过我 但是没有害意 但是我必须把这一段因果告诉你说 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 佛陀就说啦 在过去是无量劫之前 你跟你父亲还是做父子 然后呢 这个做父亲的生病 躺在床上 天气热啊 就很多苍蝇啊 跑到这个 生病的父亲身上 跑来跑去 这个做爸爸呢 就很苦恼 就下命令把这些苍蝇赶走打死 然后做爸爸也拿了 拿了棍子在那边拍苍蝇 那刚好他的儿子在旁边 也在睡午觉 然后一只苍蝇刚好飞到他额头啊 他爸爸准备往旁边打 不小心打到那儿子的头 把儿子给打死了 那佛陀就讲到这个地方了 他说 你爸爸过去不小心 他只是为了打苍蝇 所以把你打死 所以这一辈子换你做儿子来把他推死 所以各位 你不小心才死当然 虽然不犯杀业 有没有因果啊 有 不是不小心就没事 叫过失杀人 对不对 所以 了解这个 所以我们要懂得忏悔 懂得放生啊 也把这个不好的 虽然不是杀业 但是别人因我们而死的这些 都要把它忏除掉 第二个故事 在社会国有一个大富长者 非常有钱 财宝无限 后来他太太帮他生了一个小孩子 一生下来啊 整个房子都发光 小孩子也像发光一样 所以呢 他爸爸很高兴 就给他取名叫金天 他像金子 像天一样这么亮 家里就很高兴 小孩子也很聪明 后来他爸爸就想说 这个小孩子长大 如果要帮他娶老婆 一定要娶的 跟他一样身体光亮美的才行喔 那么 在另外一个地方 又有一个富贵长子 他生出了一个女儿 这个女儿一生下来 也是这样发光 不但发光 他家呢 自然出现了一个 八公尺长宽 跟生的水池 而且这个水池里面啊 只要你从这里面拿出 各种的宝物 取之不尽 那么 前面那一位金天男生啊 他出生的时候也是这样 家里的水池里面啊 都出现了各种的宝物 亲戚朋友 贫穷的人 拿 拿都拿不完 所以呢 那这个女儿 这一家人就把他们取名叫金光明 那么 他的爸爸也想说 哎呀 以后要娶我女儿的 不跟我女儿门当户对 也同样的福报 这还不能嫁给他啊 后来因为这个金光明 实在是美啊 传播了整个国家 也被今天的爸爸知道了 所以后来他们两个就结婚了 那么 他们两个结婚以后啊 哇 一起呢 就学佛 然后 学佛以后啊 两个都求他爸爸妈妈说 他们两个也不想生小孩啊 两个人自从见到佛陀以后啊 那么 两个人都想出家 所以 后来他们这夫妻呢 都跟佛陀出家了 出家以后 两个人都证阿罗汉 那这个时候呢 就有人问佛陀了 他说 佛啊 那为什么今天夫妇这么有福报 而能够出家 两个人又证阿罗汉呢 释迦牟尼佛就说了 在过去九十一节 有一个佛 叫匹伯师佛 那 匹伯师佛入涅槃以后呢 那个时候 那么 有一些比丘到游化 游行教化 出家人是边游行啊 边接受供养啊 也边用佛法教化众生 所以叫游化 好 所以呢 很多出家人 游化到一个大乡村 然后 村子里面的人 看到这么多出家人都好高兴啊 大家拼命啊 赶快要去供养出家人 各位学佛一定要这个心态啊 哎呀 看到师父 我就好欢喜 常常看到佛一样 那你就怕人 有些人呢 看到师父没欢喜心呢 那就 你就已经不是三宝弟子了 你孔雀虽有色延伸 不如野鸭能高飞 这什么意思呢 你就算是这个世间最有钱的人啊 但是都还不如一个小沙咪的功德啊 所以出家一天的功德呢 就可以让人家享受六十万事的福报 像各位今天受八观在界啊 你如果去拜玉皇大帝 玉皇大帝都跳起来 啊 因为呢 天地啊 不受 持戒者礼拜 免得损福报啊 这也是各位受八观在界这种解脱的戒律 啊 所以呢 这个乡村的人看到有很多师父来托波啊 他们都很高兴 很高兴 然后呢 赶快要过来供养啊 那那个时候呢 有一对贫穷的夫妻啊 哎呀 看到这么多人在供养师父 他们啊 哎呀 内心好羡慕啊 他的太太就很羡慕的看到别人在供养 然后呢 先生呢就在那边掉眼泪一直哭啊 哎呀 我没有钱供养 我过去穷啊 不懂了布施 今天难得有师父这么多来 我还没有钱布施 眼泪一滴下来就掉在他太太的手背上 他太太转过来 哎 老公 你怎么在哭呢 他先生就说了 我们怎么这么没有福报啊 连供养的机会都没有啊 我以前家里有钱的时候 不懂得供养 现在做乞丐来供养都没有啊 他们以前家里有钱啊 后来他太太说 那老公啊 不然这样好了 你就回到我们旧仓库啊 搞不好以前还丢什么零钱在里面找找看好了 哇 他老公一想起来有道理哦 就跑回旧仓库啊 不怕日不怕痛苦啊 硬翻 终于找到了一脚钱 找到了一脚 就很高兴跑来给他老婆 然后他老婆没有什么财物 身上就剩下一个镜子 女人总要照镜子嘛 然后呢 平常做乞丐没有东西吃 至少要拿水回来喝嘛 所以呢 这个做太太很聪明 就把他那一脚钱放在他那个镜瓶装水的 然后呢 把他的镜子放在下面 这样看起来就很庄严 镜子做底 然后保平 然后放了一毛钱 然后两个夫妻就跪在那边啊 供养出家人 然后供养出家人以后两个还发愿 哎呀 愿我们来世 也能够听闻佛法而得解脱啊 释迦牟尼佛讲到这个地方 就很大众说啊 这个今天金光明夫妻啊 就是这一对夫妇 九十一节啊 生生世世生天乃至做人大富贵 而且两个夫妻啊 都是这么富贵感情好 一直到有佛陀出世啊 两个还一起来出家震阿罗汉 所以各位 我想我们今天 要供养出家人供养三宝 并不是说你今天很有钱 才叫供养 最主要是这个心态啊 好 就像今天希望各位 多供一点水哦 好 希望以后各位回家 家里比赛看谁供的多好不好 好 每天家里都摆得满满的水呗 好 人家去你家都觉得你头可能有问题了 但是你不要说 对不起哦 我在修福报哦 成佛的资粮哦 至少要供十万杯 各位你要发愿哦 至少要供十万杯 好 来 背一下来 点灯十万 供水十万 拜佛十万 忏悔十万 照佛像十万 做火供十万 施食轨道十万 放生十万 现曼达拉十万 布施法十万 这是成佛的功课 各位记下来以后啊 那你就要开始 拜佛十万 这最容易啊 像我们这些拉玛各个 都是很粗壮 他们拜拜啊 天天要做大礼拜 刚出家没什么好事干 就是拜佛 我刚出家的时候 拜了两个月 拜了头黑黑 膝盖黑黑 我妈妈看到就是哭 干嘛被虐待 我说没有啦 拜佛 每天拜 不是在拜拜殿 都是泥土这样拜 拜完以后 我师兄跟你言啊 打坐不能动三个钟头天啊 一直念一直 一直念咒 我们那时候念往生咒 强迫 要背多少遍啊 背多少遍 各位这个很重要啊 如果你今天觉得说 我很想修行 但是业障很重 很容易生气 很容易起余网 你没有消费业障 虽然你知道佛法很好 念佛很好 想念佛 就打瞌睡 睡魔就来 那为什么 业障重 这些业障重 各位呢 你一定要老实的 把这些资料 我们叫加醒 准备工作做好 做好以后啊 你才能够 慢慢地走入一个法的体悟啊 不然我 我有一些徒弟 我自己都知道 只要说师父要上课 通常睡着了 跟他讲了 两分钟他又睡着了 他说我也很想听啊 这样啊 但是这个要有障碍 有些很容易生气 所以各位呢 那这些你叫老实啊 除了我们发心发愿 那叫净除业障 累积资粮 那再来呢 就叫修丧师相应法 多念的你的师父 多念的伽玛吧 再来更好的叫修什么 修禅修观想 观想 哦 观想阿弥陀佛 观想这个世界 就是极乐世界 各位要有那个习惯啊 每天睡醒 我脚走下去 就要走入极乐世界了 我所看到的 每个人都一定都是 阿弥陀佛 这是修念佛法门很重要的 很多人修念佛法门 不懂这个 这个世界很糟糕啊 乱七八糟啊 不好啊 讨厌别人啊 就说念佛好 其他都不好 这样 这个恶元对立法 那不是佛法 佛法讲的是平等观 你把五着恶事都当作是净土 这个世界啊 以这样来看待一切人事物 你就不会痛苦 一个人最大的痛苦是什么 哎呀 我的先生好糟糕啊 我的儿子好糟糕啊 我住的家很糟糕啊 那你的内心里面 就在那一种痛苦的状态 最多你能够修醒 是修解脱而已 你不可能跟大乘佛法相应了 大乘佛法相应就是 你要把众生的佛性都看到 这个世界呢 有如西方极乐世界一样 众生都是欧弥陀佛 都是观世音菩萨的显现 要这样来看 所以我刚刚讲这个故事 今天经光明的故事 不是一毛钱 但是至少是他们唯一的财产 但是两个虽然很穷 两个夫妻跪在那边 镜子水 各位下回用这样供养好不好 拿一个镜子放在水里面放一块 一个金块 然后呢 我有拿来供养三宝 供养佛 特别再过五六天 就走入七月份报恩月了 各位整个七月份啊 我希望各位都要吃素 七月份是普渡月 报恩月 孝顺月 我看各位今天守八观再见 干脆守到七月底刷 整个月守八观再见 那更是很好 女生也可以借这个机会减肥 不是很好吗 晚上不要吃 然后呢 化妆的钱啊 油都拿来布施 也不用穿漂亮的衣服 你这样做了一个月 你会发觉哇 实在是很殊胜啊 你的感应就不一样 那除了自己守八观再见 七月份啊 身上的塞满满的红包啊 等着供养出家人哦 供佛再生啊 在家里一直供佛像 然后呢 看哪里有栽生哦 赶快去参加 我发觉住在新加坡 比较可怜 出家人少了一点点 那各位没关系 我们东南亚离越南啊 缅甸啊 泰国都很近 从这边坐飞机到印度 不过三个半钟头啊 和印度那边有三万五千个出家人 然后呢 在我们中国西藏啊 更多了 那各位呢 就随喜哦 那边在共生 你也要去共生 哪怕是一块钱 哎你帮我这一块钱拿去 那台湾的共生大会 你帮我这一块钱拿去印度那个祈愿法会 每一个寺庙都有这个大法会啊 在七月份 乃至在今年之前 那你把这个钱要放进去 然后呢 用爸爸妈妈的名字去做功德 然后呢 回向给法界众生 特别在七月份的时候啊 要修这个福报 好 再来第三个故事 在社卫城 有一位很有钱的人叫 善贤长者 财富无量无边啊 后来她生了一个女儿 这个女儿 长得外表实在是太漂亮了 那不但外表漂亮了 一出生的时候啊 她的头顶上就自然有一颗宝珠 然后呢这个宝珠呢 她一生出来一发亮了 整个城 社会城都觉得奇怪 哪里才放光啊 所以她爸爸妈妈当然很高兴啊 就帮这个女儿取名叫 宝光 宝光 然后这个小女生 渐渐长大了 个性啊 非常的柔软 而且很喜欢布施 很喜欢追求真理 又很喜欢布施 而且呢 更大的书胜是什么呢 只要有人来跟她 要她头上这颗宝珠啊 她一点都不会说 这个是我唯一的宝 她马上就给她拔下来 送给对方 而且一送给对方啊 她自然又长出一颗来 所以她自从也知道自己 第一次这样布施 大布施 她永远都不吝啬地 一直把宝珠给布施出去 然后爸爸妈妈生到这个女儿啊 非常的欢喜 但是父母亲 今天有这么大的福宝 当然是因为供养三宝 各位 有钱人大部分都是很懂的 供养三宝 所以后来呢 她爸爸妈妈带着这个宝光女啊 去供养佛陀的时候啊 这个宝光女看到佛啊 就好高兴啊 就求她爸爸妈妈说 爸爸妈妈 我能不能随佛出家啊 你们愿不愿意答应啊 爸爸妈妈 虽然好欢喜女儿要出家 内心很不舍 但是还是同意了 让她出家 然后呢 当这个宝光女决定要出家 佛陀马上讲了一句话 来 跟我跟我念 上来比丘尼 上来比丘尼 结果念完也没有人头掉的 在佛陀时代 只要有人念 上来比丘尼 头发掉光光 这个叫正阿罗汉 那了解吗 佛陀时代都是这样的 所以佛一念 上来比丘尼 这个宝光女 头发就掉光了 宝珠还在 她爸爸妈妈更高兴了 这个法服自然就穿在身上了 哇 那个时候啊 更庄严 有些人在家看起来还不错 踢着头看起来很难看 有些人在家其貌不一样 踢着头 怎么不一样啊 这就是宿室有善根 宿宿善根 皮肤这样黑黑暗暗的 结果一出家以后 就亮起来了 哇 那个就是因为她 过去是在出家 所种的善根 特别强 自然有这样好的相貌 所以那个时候 宝光比丘尼一出家 放的光更强啊 哇 大家就觉得很殊胜 而且呢 她比别人还精进 并不是因为她出身高贵 她比别人还精进 很快就证了阿罗汉尼 当她证了阿罗汉尼的时候啊 哇 连一切的天神啊 世间的人啊 都非常的敬仰她 然后呢 有一次啊 大众就围过来问佛陀 包括天神啊 世间人啊 比丘啊 都问佛陀说 这个宝光比丘尼 这么年轻庄严 他过去是造什么因缘啊 怎么福报这么大 而且这么快的 证得阿罗汉呢 佛陀就说了 在过去九十一节 批驳施佛入涅槃以后 那有一个国王呢 就把这个佛的设立子收集起来呢 建了一个四宝塔 当他在建四宝塔的时候呢 那么有一个人啊 就拿了一个最殊胜的宝珠 自己要求爬到那个塔的顶尖尖的地方啊 他把他这个传家之宝啊 就供养了这个塔 把他放在这个塔顶 让光一照的时候啊 都放光 而且他供养完以后呢 这个人就跪在这个四宝塔面前发愿 发完愿就离开了 然后佛陀就说了 这个人啊 从那个时候开始九十一节不落三恶道 而且长生天上来之人间大富贵 而且呢 只要他一出生 都有宝珠跟他一起生出来 而且生生世世呢 虽然就算投胎做人也享受天神的快乐 而且今天又能够在佛出世的时候 他能够生在佛前出无家得道 所以各位听我这样讲啊 你就知道说 那我们更要修福田啊 哇 法造法师在盖佛牙式 各位有没有布施啊 要耶 我们名义法师要做蜘蛛人啊 你有没有布施啊 不然医院撑不下去 所以各位要了解 哪里有的布施啊 像我 我这个人没什么好处 就是很会布施 我以前很喜欢赌博 我赌很大 那后来不赌博以后 也不知道干嘛 就在赌看谁付得多 结果呢 哇 你付出越多啊 你会发觉你得到越多 然后你又付出越多 你又得到越多 你会发觉是深信因果啦 你就知道说 宝光你为什么这样 宝珠一直拔 一直拔 一直拔 越拔越多 那各位要有这样子的 一个心态 透过布施可以去除我职 艰滩 而且生生世世富贵 九十一节 从过去七佛 到现在释迦佛 生生世世了 投胎大富大贵 不是升天 就是人间富贵 所以有这些福报 好 这里面还有第四个故事 这些故事都是早上早的 我出来都会带很多书 很痛苦了 但是我很喜欢看 一直看一直看 三更半夜我也在看 然后就把它写下来 又把它写下来 然后呢 眼睛就会发红 然后赶快点眼药水 越看越老花眼 然后呢 字要写得快 不然呢 就没有办法 但是老实讲 不容易啊 你要找 找了一本书 找了两三个 可以听的故事 已经不错了 好 因为有些故事 有非常好的道理 但是各位听了会睡着 好 所以你要找故事 你要找那个有意义的 好听的 好 再来 在百元经 各位如果下回 看这个百元经 一百个因缘的故事 在藏传佛教里面 有一个百夜经 百夜 种种的事 事上不光一百 一百多的 但是呢 就有百夜经 那在百元经里面呢 有一个故事 他说 一样 佛陀在世的时候呢 在佛陀的家乡 嘉宾罗魏国 有一位富贵长者 富无量 所以我讲到这个地方 各位如果你这辈子 不是那个很有钱的人 要好好忏悔 因为你过去是 一定没有好好修福报 我们离佛已经这么久了 你还在穷 等于你上辈子修了福报不够 所以你这辈子 也会穷穷的 好 那我们要比别人更会布施 没事了就少大电 所以我现在要各位做的布施 不用花多少钱呢 从今天开始 开始供水 那每一个水上面 供一个花 对不对 然后呢到处啊 点输油灯 没事了 点烟供粉 然后呢 这个喷枪24小时 不离手 连睡觉都放在旁边 我的习惯 我连睡觉在旁边 一睡醒 啪啪啪啪 再睡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以前 每天住在外面的饭店 我几乎都是住在外面的饭店 我几乎都是住在外面的饭店 人家比我的饭店 都是比较大间 比较大间的都是鬼 比较多的那种 平常没有人在住啊 所以呢 晚上睡觉啊 那些有的没有的 有时候我睡在旁边 旁边还有人在讲话 我是不会怕 我只会觉得说 很痛苦 睡不着耶 所以 后来我都知道了 我只要床边拿一个喷水浆 又在饿了 然后我又睡着了 所以因为他们会来祈求啊 那我们就尽量做 你不能说 哎呦我设完一次他们吃饱了 没有啊 他吃饱会找别人来 特别各位到那种 没有在超度的国家 南美洲了 我下回带各位到泰国去做大超度 泰国 鬼最多了 出名了 奇怪啊 泰国是佛教国家 怎么会鬼最多 老实跟各位讲 小秤的教理没有办法超度鬼道 不然 穆建年阿罗汉尊者 怎么没办法超度他妈妈呢 小秤的教法虽然很好 修世念初 大秤的教法里面有 重视的是佛的名号跟咒语 这才可以超度鬼道 所以呢 各位去泰国就会经常碰到鬼 这很正常 一屋子鬼 那我们就 太好了 超度功德来了 所以下回带一团 通通各位准备好新加坡 往泰国缅甸超度团 那你会觉得非常有意思 但是你要水 既然准备面对他 就不要怕他 其实让你看过一只鬼以后 你都不会怕了 也没有什么 因为你对他很慈悲 他就会非常的感谢你 而且老实讲 一个人快饿死了 你给他东西吃 他对你一辈子感恩 比狗还忠实 鬼比狗还忠实 那你对这个鬼很好 有些虽然没超度了 他还是执着做鬼 但是他对你那一种感恩 你都可以从日常生活上感受得到 感受得到他对你的好 你进房间都还没开冷气 他帮你开好 你还没有上厕所 你知道他上厕所他帮你开灯 各位你不用怕 你会觉得说这个正常现象 我替你好 你替我服务 但是有些人会怕 你怎么这样 但是各位 这没什么 因为你已经知道 你有信心 既然我在对他好 他在帮助我 就算给你看 也会看到好像 所以你会觉得说 你永远都不寂寞 这些护法 事实上这是护法 就像道宣律师 各位都听过 道宣律师 他从来不下山去拖拨 每天都有天神供养不一样的食物 只是道宣律师有点烦 他说什么 你们就同一个来供 为什么每天换不一样的 因为每天有不一样的天神来供养 这些天神说 哎呀大法师 排队排好久了 还等到我 以前我在做鬼的时候 你超度我们了 现在我们个个都升天 所以我们大家抢着排队来供养你 而且供养你以后 我们将来还可以升更高的天 排好久 真是如此 所以你了解这些以后 你就觉得 那这很自然的一件事情 很自然 在日常生活 所得到的这些助缘 所以你有如在高速公路 我开车没有红衣等 很多人形容我的命令 我的命令就是这样 在高速公路开车 没红衣等 我从出生了 几乎到现在 但是现在想起来 这个要惜福啊 要更要惜福啊 因为没有福报 就不能够做很多的好事 你要成佛就更困难 但也知道福报很好用 所以要多修福报 多修福报 然后呢 才能够让自己呢 能够有这个力量 能够圆满活到 好 所以 话讲回来啊 所以加比罗为国 有一位富贵长者 财宝无量 那有一天 他太太怀孕了 肚子很大 他也很高兴 这个儿子特别大哦 好 结果一生出来啊 生出一团肉 这个富贵刚才吓坏了 我太太是鬼啊 怎么怀出 不是小孩生出来 一团肉 他觉得很丢脸 他这么有钱 这么有名 结果这个富贵长者呢 就赶快跑去见佛陀 佛啊 我的太太生出一团肉 好可怕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佛陀就笑一笑 他说啊 你平常供养布施 做了这么多好事 你不要怀疑啊 你一点都不要怀疑 这一团肉 七日七夜 你好好的 叫你太太 一样把牛奶 把她的母奶 撒在这上面 好好的 过七天以后 你就知道了 你不要怀疑 我富贵长者 听得就很安心了 回来跟他太太说 太太没关系 佛陀说这是好事 过七日七夜 就可以了 结果七日七夜 只要她太太说 撒了一点点的母奶 马上都吸光光 好像吃不饱一样 结果七日七夜以后 这一团肉变什么 变成一百个小孩子 就是马上变成一百个男儿啊 所以没有办法在她太太肚子里面生出来 一直一团肉 就是七日七夜佛力的加持 等等 然后就变成一百个小男生 然后呢 这一百个小男生以后 哇 个个都长得很漂亮啊 所以呢 这个富贵长者更高兴 而且每一个都长得外表庄严好看 而且这一百个小孩子呢 年纪大以后 个个虽然长得外表庄严有钱 都不交女朋友了 那么她爸爸带他们去见佛陀的时候啊 一百个小孩子都共同发愿 跪在爸爸面前说 爸爸能不能让我们出家啊 因为我们一百个人啊 一起出家好不好啊 她爸爸后来答应了 然后一百个儿子一起出家以后 一百个都赠得阿罗汉 所以大家就非常的羡慕 那个时候呢 就很多人就问佛陀了 这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这一位富贵长者有这种因 这一百个小孩子过去造什么因呢 释迦摩尼佛就说了 他说过去九十一节 批婆施活入涅槃的时候 那个时候这个国王 要盖四方宝塔的时候呢 盖四方宝塔来供养的时候呢 就有一百个人 虽然他们没有很多钱 这一百个人就共同在佛前啊 做了种种的香啊花的供养 而且一百个人共同用他们的很好听的声音啊 唱出了种种的批婆施活的这种寄语 来供养这个佛塔 而且他们一百个人做了种种的供养完了以后 就一起跪在佛前发愿说 我们这一百个人啊以此功德 愿我们一百个人 那么生生世世都在一起做兄弟 一起修行 乃至未来还可以碰到 未来佛得以出家 所以佛罗说讲这个 所以他们这一百个人啊 生生世世不是生天 就是人间大富贵 一直到等到释迦佛出世 又一起来做兄弟一起出家 所以各位 今天我们这五百个人要不要一起发愿啊 所以各位要互相帮助 你修行没有互相帮助 没有碰到善缘 你一个人孤独会走错路呢 所以你在这个世间 我到处都跟人家结了善缘 谁都会帮你忙的 这个就是佛罗讲的真实的故事 所以讲到布施 各位都知道了 我们佛教的最大的布施者 男众叫己孤独长者 女众叫什么 会不会背 背下来 鹿子母 鹿子母 她的范文叫披瑟妾 为什么叫鹿子母呢 她的公公的名字叫鹿 结果她连她的公公 就是她嫁了先生的先生 叫公公 她的这个公公虽然有钱是个外道 是因为这个媳妇她才懂了佛法 所以做公公的称媳妇叫妈妈 所以叫鹿子母 这样子感恩这个伟大的媳妇 那这个己孤独长者的布施呢 各位都听过 她呢 五亿十千万黄金 通通布施完了 布施完了以后啊 她家就剩下一个小小的木头 就剩下唯一值钱呢 然后她就换了四斗 等于四顿饭的米 然后就剩下这四顿饭的米 佛陀知道 哇 这己孤独长的 做了这么大的功德 我一定要来让她有更大的功德 结果佛陀就特别派了四个人 来跟她托布 一个就是 穆建年 摄利佛 加瑟 也就是说 他们夫妻这么有钱 但是只剩下这四口饭可以吃 当她太太煮好以后啊 穆建年就站在门口了 要来跟她化缘了 好 结果她太太就问长者说 要吗 长者说赶快给啊 赶快给啊 反正还有嘛 然后又煮第二次饭的时候呢 哦 施利佛又来了 煮第三口饭的时候呢 加瑟者又来了 最后增加一口饭 两个夫妻这次完就要做乞丐了 谁来了 佛陀来了 好 那时候呢 己孤独长者一点都没有痛苦 她想说 哎呀我实在是福宝很大啊 我素氏的业障都可消除了 啊 连我最后一口饭 你看我都可以供养到佛陀啊 啊 我福宝一定 业障可以消除了 他们又想说 他要得到什么 结果佛陀就跟基督徒说 基督徒啊 也因为你这样子的大布施 我特别啊 派了三位尊者跟我来 让你供养鸡最大的福田 然后呢 你现在去你的仓库看看好不好 结果己孤独其他的仓库一打开 他的全部的财产五亿四千万 一点都不少 冲在这里面 而且从那一天以后啊 这个仓库你怎么拿 钱都永远满满的 各位 这就是一个人能够做佛教最大的护法 一定有他的因的 好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 己孤独藏着 更不断的布施 好 所以各位呢 你家的仓库 钱一拿掉还会不见难啊 你要好好忏悔 布施的不够 好 我们要越拿越 好 我老实讲啊 像我自己的儿子 我都有发觉 我过去的老子讲 我过去的太太也有这种功能 我只要一千块给他 他就会变一万 我自己都知道 反正我钱拿给他 他就会变成很多钱 他就会随便拿一个朋友 找他投资什么 他一下就跟我讲说 那天你拿给我那个一百万 现在已经变多少了 买土地啊 那时候买股票啊 两千买到八千 你看 买千 两千买进来 八千卖出去 那还得了 好 还有一次更好玩 我那个丈母娘 一堆 一堆三七五捡猪的 等于没有用的股票 然后交代我 他说 这个交代你我不会办啊 你帮我卖出去 我说好 结果我忘了 我跑出国一个月 回来就想 是呀 忘了跟人家卖股票 不知道现在剩下几点 那个时候 涨了两倍 涨了两倍以后 我那个丈母娘 他说 那个是你的命运 他把他那一份拿走 结果我得到了他两倍的财产 都不是我的钱 两倍的财产 就又拿这个财产去买房子 投资 那个时候是什么 那就是我儿子 我太太宣布怀孕的时候 开始就是这样 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很相信英国 这个 你怎么努力赚钱 都还不能你修福报的功德了 处心基地赚的钱是有限的 一个小孩子他修这么大的福报 他妈妈宣布怀孕 就买了一栋一千四百万的房子 搬进去那一天 后来一栋变五栋 隔壁也买下来 所以各位你这样一想 一个人你要知道说这个功德 但是所谓功德 各位一定要处在什么 就是最难布施的时候 你愿意布施 最苦的时候你去布施 就像己孤独长者 就像这一对贫穷的夫妻一样 在最难的时候你去布施 那个时候修的福报更大 但是各位要记住一个道理 你所做的布施一定要发愿 如果你所做的布施只是为了 我来时会更有钱 然后大富贵 那你就离开佛教 那个时候富贵学到难 反而不容易修行 你所做的一切布施一定要马上回想 愿我将来可以遇到大善之事 乃至出家乃至做菩萨成佛 都是为了这个在布施 千万不能有一点点世间的想法 如果你有一点点世间的想法 存在这里面 那你这个布施就浪费掉了 要以这样的想法来布施 好 那各位要不要休息一下 休息五分钟 走一走 再来讲讲面 阿弥陀佛 好